你好,欢迎收看11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寿丰香农会西手花莲县花东养鸡协会,花莲县养猪协会 特别在寿丰香举行了112年度农事小组会议及家政成果展 西手花莲农事专家和农友为农续产业做大型的行销活动 县长徐振卫特别到场和农友来互动 也期许花莲智慧农业可以更迈进 县长徐振卫表示,花莲这几年在智慧农业部分 全力协助农友学习转型 让成本降低人力不足得以解决 并推动有机农业 让花莲县的有机面积全国之冠 希望未来农会与县府合作 进行智慧养殖的规划 一同节省成本与有效的运用水资源 让养殖大户一起合作 打造花莲智慧农业大县 尤其是花莲县在这几年 我们对于智慧农业 如何去协助 让我们的农友更加的全方位的学习 以及对于成本的降低 或者是我们的人力的不足 所以推动智慧农业 但是我们推动智慧农业 有有机蔬菜 有稻米 有咖啡 还有西瓜 但是有一样还没有做到 我对于黄启祥有非常大的期待 就是我们的智慧养鱼的养殖 要养殖无论是我们的花莲回蓝雕 或者是我们的水产 都希望能够实践智慧养殖 因为智慧养殖可以节省我们的成本 还有水 议会的贵宾包含了寿丰香农会总干事黄启祥 寿丰代表会主席郑美香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徐雪玉 县议员林平阳 农业处长陈淑文 立月傅昆奇服务处主任廖玉淳等人到场出席 花莲县政府攜手寿丰香农会办理各式的活动 让农友与民众都能够对在地的农业有更大的支持与鼓励 对于现有的农产品更加精进 也希望与年轻世代分享农村产业的发展 为农村发展与生态保育建立和谐的共处基石 记者凌桀 收封香 采访不到